連那A歷史都在我的手上 這是妳的誰 孤狐烈 孤狐烈男友 他們剛剛在學校也是不得了的 也是不是很優的 爸媽都不知道啊 對 就是比如說我中午不吃飯 跟男生逛他 這是很假的 潘啊 重點是爸媽還來學校找我 要送我吃的比如說 送便當啊 送補品啊 然後同學還一起幫我們 找不到人 永榮還自己告訴我說 你看看那個走廊 對我來講很重要 我說為什麼 因為那個走廊往下看是籃球場 所以呢 每個人都搶在那個走廊掃地 因為唯有在那裡掃地 可以看到男生 我有 我有是在那個擦窗戶的時候 同學說下面有個變態狂 然後就好興奮 因為沒有看過變態狂 我就爬上去 然後他就走了 我有想過 我有想過 老實講我也很好奇他學生時代的模樣 你怕遇到他初戀情的 對 不是如果 事實是這樣的時候 如果他的初戀來了 那他也尷尬 我也尷尬 初戀也尷尬 他在尷尬也成一團 當然他在學校的時候 還真的不是一個很乖的孩子 他有自己想法 也談談戀愛什麼的 然後我覺得很感謝你在這個三年裡面 真的是天天陪著我 我覺得很感動的是 入了社會之後 尤其在演藝圈 我覺得我沒什麼朋友 就覺得自己很珍惜 在念書時候 你交到的朋友 沒有朋友 沒有 你要尷尬喔 他真的很孤僻耶 他很害羞對不對 我去森林那 我去森林那家吃飯 他從來不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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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不交朋友 講到霸凌 我是被霸凌 我們三個有一個是霸凌人 你霸凌人喔 我沒有霸凌人 但你就是會欺負同學的嗎 我沒有欺負 只是那時候 因為這也是同學回憶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跟這個女生 就是以前很好 然後突然沒有再聯絡了 我忘了為什麼 我就問我的同學 我突然就說 因為你們兩個喜歡上同一個男生 然後那個男生喜歡你 所以你就聯合了大家 就是不跟他講話 記者還補一句 我沒有 我沒有 而且那個女生也說 根本就沒有 他根本沒有喜歡這個男生 人家沒有喜歡這個男生 然後你還霸凌人家 我真的忘了為什麼 但也忘了為什麼 到後來沒有再聯繫 這個起因呢 現在是一個問號 但他帶頭去作亂是真的 我沒有帶頭 你剛剛講的 但是後來發現那個起因 是一個問號 我沒有帶頭 就是他就是確實 漸漸的變成比較偏面化 這真的不算霸凌 這頂多算霸凡而已 這頂多算霸凡而已 幹嘛行 對啊